也有提及中概股的集牌名单 也有更新 有支付和理想 有很多人留言问 这两只股份是否要戒掉 暂时当然一定要小心一点 或者这么说 我想不是这两间的 整个中概股可能都要小心 因为你真的 整个中概股都要戒掉 没错 你不知道突然几时会出这些新闻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你计算这几转 可能这四五转 虽然有几十间 但中概股在美国上有二百多间 其实还有很大的机率 其他都有机会中 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去估计 无疑 当然今天刚刚这十七间 有个别 例如理想法 有支付款 你好像理想为例 进回来的跌幅大一点 是不奇怪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当然 你再拉起本身的走势 其实理想都是危险的 虽然之前也说 几只电动车的新势力来计算 其实理想是可以的 我自己对基本因素来说 理想小鹏这些是看得比未来的 但是理论的另外一些因素 例如中概股的背景也好 或者那样也好 这就形成股价 都会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存在 我想短期先看看 不要这么快地入场 就会有这些不确定的 甚至乎 坦诚的 就算你在到期前 真的交到一些文件也好 其实最终习不习牌 这个的动作 主动权真的在美国那边手上 我想公司自己来说 更加是没有那个决定权 所以我觉得就比较被动一点 就算一开手说 为什么 如果你这样问 我觉得基本上 整个中概都是要小心一点的 这个都是一向都在说的一个情况 我看谁呢